韩苏丹红食安风暴越来越严重 近9顿的韩苏丹红辣椒原料 销到有料理界中央厨房的金福华公司 那么几乎全做成了各式的沙茶酱 由于市场高达了7成 现在全台湾各大的小火锅店 沙茶 火锅 快炒店都可能已经中招 金福华公司则澄清有问题的产品 是福宝牌沙茶酱 并不是由艺人廖君代言的沙茶酱产品 但民众如果有疑虑仍然可以退废 另外最新消息 连锁的三妈臭臭锅停卖麻辣锅 还有加辣服务 早餐连锁店也停卖沙茶锅烧意面系列 就怕问题会如核弹一发不可收拾 苏丹红风波延烧 有金湛公司进口的问题辣椒粉 再被查出21,035公斤 流向9个县市13家厂商 其中8988公斤 更流向有料理界中央厨房支撑的 南投县金福华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工厂人员紧急回收成品 根据调查全台七成 连锁餐饮品牌都有金浮花的酱料 而南投县卫生局道场鸡茶 发现问题辣椒粉 只剩下13.22公斤原料 8974.79公斤都制成沙茶 消往139家下游业者 有早餐店业者更将主打商品 沙茶将锅烧意面提早下架 但即使早餐不吃锅烧面 沙茶种贼却还有 沙茶肉丝面 沙茶火锅 沙茶炒饭 甚至小火锅蘸酱 都会用到沙茶 这下全都沦陷 严调发网友大酸 台湾人最爱吃火锅了 谁还没吃过 台人致癌率就是这样来的 源头的把关 这个责任不应该是我们 因为我们是相信说 你政府合法食品业者 可以用的东西 我们才去买下来 让我们这些小摊贩商家 当一个好像冤大头 很奇怪 莫名其妙就中箭了 市民也不知道政府怎么做 以前多少都会吃点 那个蜡粉什么 现在完全都不敢碰 也有食品公司小莫放 曾向金湛进货一批原料 不过因为自己做食品检测 演出苏丹红而退货 自主送业SGS实验室 多达513次躲过风暴 不过食安危机 政府不把关 恐怕民众人人自危 这张照彭 王一提特别报道